长年期第十三主日一年 十二年一瞬间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四十三节 那时候耶稣乘船又渡回对岸 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周围 他虽留在海滨 那时来了一个会堂长名叫雅一洛 一见耶稣就贵妇在他脚前恳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请你来给他副手 叫他得救回生 耶稣就从他去了 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拥挤着他 那时有一个妇人 换血漏已十二年 她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痛苦 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不但没有见效 反而病是更加重了 她听了有关耶稣的传说 便来到人群中 从后面摸了耶稣的衣裳 因为她心里想 我只要一摸她的衣裳 必然会好的 她的血缘立刻枯解了 并且觉得自己身上的疾病也好了 耶稣立时觉得有一种能力 从自己的身上出去 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 谁摸了我的衣裳 她的门徒向他说 你看群众四面拥挤着你 你还问谁摸了我 耶稣四周观看 要看作者事的妇人 那妇人明知在自己身上 所成就的事 就战战兢兢的前来 贵妇在耶稣前 把实情完全告诉了她 耶稣贬向她说 女儿 你的信德救了你 平安去吧 你的疾病必得痊愈 她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你还烦老师父做什么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给会堂长说 不要怕 只管信 出伯多禄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外 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 他们到了会堂长的家里 耶稣看见群众非常宣造 有的哭泣 有的哀嚎 便进去给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哭泣宣造呢 小女孩子并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他们都讥笑她 她把众人赶出去 带着小女孩的父亲和母亲 集中她在一起的人 进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 她拿起小女孩的手 对她说 意思是 女孩子 我命你起来 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走 原来她已十二岁了 他们都惊讶地目瞪口呆 耶稣却严厉命令他们 不要叫任何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女孩子吃的 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人的一生 就是由十二年 和一瞬间所组成 十二年代表时间 一瞬间代表永恒 时间只有遇到永恒 才算圆满 不然 时间就好像一列 高速奔驰 而没有目的地的高铁 又好像永无休止的循环 只有永恒 可以使时间得到休息 也只有永恒 可以给予时间 真正的意义 永恒就是天主 以色列子民的信德 也是在十二年 和一瞬间的架构中完成的 十二年的期盼和等待 换来一瞬间的慰藉和彩虹 虽然只是一瞬间 却融化了十二年 在摩利亚山巅 亚巴狼与差一点被自己杀死的 都生子伊萨格抱在一起 一瞬间泪流满面 感慨万千 十二年的悲欢离合 淫情圆缺 十二年融化在一瞬间 痛苦 眼泪 挣扎 挣扎 绝望 软弱无助 哀伤和叹息 都在这一瞬间 云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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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漫长的十二年 也会遇到一瞬间 再绝望的十二年 也会与荣 也会与希望的一瞬间相逢 这就是亚巴狼的信德 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信德 十二年 一瞬间 是基督信仰的模式 天主的爱 充满十二年 彰显的一瞬间 再苦再难 再苦再咸的十二年 遇到主耶稣的一瞬间 痛苦化为喜乐 奴役变成解放 酸苦变成甘甜 十二年和一瞬间 来到主耶稣这里 就化成一体 因为他是原始 也是终末 他曾死过 看如今他却活着 一直到万世万代 他持有死亡和阴附的钥匙 时间在他面前 变成了一个整体 生和死 苦和乐 也找到了他的最终意义 主耶稣就是 时间和空间的主人 凡是发生在时空中的事 无论是喜还是悲 是好还是坏 主耶稣都要给他们一个解释 我们人生奥秘之门 只有耶稣才能打开 下面两个故事 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生活答案 我们看第一 十二年的挣扎 看似是两个故事 其实是一个 亚裔洛的女儿十二岁 患血漏病的妇女十二年 虽然地位不同 文化不移 却有相同的十字架 同样的挣扎和眼泪 同样的无助和无力 表面上看 亚裔洛风光无限 有地位 有声望 有本事 有才学 但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患血漏病妇女 未必能背得起 亚裔洛的经 会念 同样的 亚裔洛也不一定能承受 患血漏妇女的痛苦 十字架不能比 也不能比 也不能比 因为十字架是天主 给每个人和身衡量过的 轻重长短 酸甜苦辣 都是天主按照他爱的尺度 为每个人预备的 你能够背得起 改朝换代 家破人亡般的 重十字架 未必能够背得起 他人家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 十字架不能换 也换不了 是谁的就是谁的 是无法替代的 因为十字架是恩宠 是与耶稣相遇的恩宠 没有十二年 就没有一瞬间 亚裔洛本事大 地位高 人缘广 可是这一切都使不上劲 再大的本事 也无法摆平 他的女儿 天意 换血漏的妇女呢 看似无能无奈 贫穷可怜 没人 没钱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孤独一人 奇怪的是 他竟然能够扛得起 如此沉重的十二年 所以教友们 不要过分 为你的女儿焦虑 因为天主比你更爱她 天主也远比你更有本事 不要为她的未来过分担忧 放心吧 天主的照顾 比你好得多 你不要总觉得 没有你不可 其实 有时没有你 反而对你的女儿更好 事实上也是如此 多少个例子 历历在目 败家子 放当女 很多都来自娇生惯养 养尊出优的家庭 各位做父母的 有时你们过分担忧 反而破坏了天主 为孩子们准备的十二年 当然也会破坏 他们将来的一瞬间 其实你的女儿 快要死了 很多时候 就是你们父母的宠爱 将他们自由灿烂的生命 给窒息的 你们过分的宠爱 送给孩子们的是 无信任 对天主无信 对孩子无信 对你自己也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如果能和使孩子们 长大成人呢 学习交托吧 下面 血漏病的妇女 就给我们上一个好课 第二 一瞬间的信赖 有一天 读这段福音的时候 忽然明白 为什么主耶稣不讲 先来后到的次序 任由雅一路的女儿死亡 却停下来医治 患血漏病的妇女呢 原来如此 主耶稣要告诉我们 时间只有在耶稣那里 才能找到他的真正意义 我们常常被时间的 前后次序所困 我们常说 为什么我苦求天主 这么多年还不见效果 为什么同样的祈祷 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 他们求得了 我求得不了 为什么天主 不按照正常的次序出牌 为什么所有的运气 都过了 好时候才出现 为什么如此无奈 为什么我老失败 主耶稣透过这个事件 告诉雅一路 天主解读时间 不是按照前后次序来的 而是按照轻重缓急 也就是按照爱的标准 是衡量的 虽然化血漏的病 妇女来得晚 但是他来得巧 为什么 他是穷人 穷人更需要 福音先给穷人 穷人也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耶稣给所有传福音的上个课 另外 看似不礼貌 不符合逻辑的行动 却包含着天主圣意的奥秘 雪楼妇女的这一末 令耶稣停下来 以至于令亚一落的女儿死了 这件看似悲剧的事件 只有在后来的时间和事件中 才能获得解释 我想当时亚一落一定不明白 你说这个妇女真是的 什么重要你的病还是我女儿的死亡 耶稣也是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我来得早呀 特别是当亚一落听到自己女儿死亡的消息时 那真是无类红兵万年聚会 可是主耶稣要的就是亚一落的死心 因为只有他的理性逻辑判断认为都死了 才能生出像患血楼病妇女一样的信心 患血楼病妇女的信心就是在山穷水尽 一无除路中的信心 你听 他在许多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痛苦 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不大没有见效 反而病是更加重了 这是什么绝境 这种这些痛苦是亚一落没有经历过的 虽然他跪求耶稣 但是他还没有到达这山穷水尽的一步 也就是说 他对耶稣还没有完全信赖 只有当他听到女儿死了的时候 他才彻底放弃对世界的信赖 因为世界能够治病 却治不了死病 当他完全死心时 耶稣将信心送给他 不要怕只管信 这是多么美的六个字 不要怕只管信 各位朋友们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主耶稣的这六个字 不要怕只管信呢 咱们再回到血漏病妇女的故事中 去看看这意思 第三 你的信的救了你 耶稣对那战战兢兢的妇女说 女儿你的信的救了你 平安去吧 你的疾病必得痊愈 女儿是对妇女说的 也是对亚一落心中恐惧的女儿说的 你的信的救了你 就是不要怕只管信的牵奏 如果亚一落没有亲耳听到 耶稣对血漏病妇女说的话 没有看见血漏病妇女 一瞬间的痊愈 我想他也不明白 此时此刻 主耶稣对他说的这六个字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耶稣对那妇女说的话 你的信的救了你 平安去吧 你的疾病必得痊愈 他懂了 真懂了 那是因为此时 他有了与那妇女一样的处境 处境生情 信心也 由此景此情中生气 到也亚一落的家里 耶稣将那些哭去的人赶走 也是让亚一落 一心的赶走 人性的悲哀忧愁 有时在大考验中 人性的安慰不但无益 反而有害 不但不能使我们跨越困难 反而使我们掉进失望的深渊 耶稣又说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小女孩子并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这句话太重要了 因为在我们的心中 总有一句恐惧的话 小女孩死了 我们家完了 这个病我改不了了 这个毛病我改不了了 这个病我也好不了了 我怎么也是这样了 我彻底完了 耶稣说小女孩只是睡着了 什么意思 生活中 时间中 我们所遭遇到的任何事件 都不是死期和绝路 有天主从来没有绝路 绝路都是自己弄的 本来没有绝路 人的无信心为自己创造了绝路 也是死路 只要我们注视天主 哪怕是只有一句话 注视一眼 死路就会变成活路 所以主耶稣带着 雅伊洛夫妻三个门徒 来到小女孩的跟前 大声说 女孩子我命你起来 这是我们需要怀着信心 大声对我们心中的死亡说的 以信心取走无信 以信心取走恐惧和害怕 在信心中 女孩子站起来 原来她已十二岁了 十二岁不也是 耶稣迷失的那一年吗 此时 大声若瑟 圣母玛利亚的信心和焦虑 也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就是 如果连圣母妈妈 都经历十二年的痛苦 你说我们还能不经历吗 就让我们在圣母玛利亚 和大声若瑟的带领之下 走进天主 为我们每个人 所准备的十二年和一瞬间吧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们